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又女愛芬21號,陳佑君 今天,我所要演說的題目是 我最推薦的一本書 我最推薦的一本書 羅傑斯給寶貝女兒十二重心的這本書 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本 看完之後,我學到了許多有關金錢的重要性 還有投資與買賣 羅傑斯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投資家 他十年就賺過一生手花用的錢 當他決定要投資中國大陸的時候 大家都勸他不要去投資,甚至嘲笑他 可是他卻成功了,因為他總是以別人努力 所以,他在書上寫了十二爭言 其中一句話是 幸運女神只兼顧持續努力的人 學得越多,才知道你懂得越少 這句話讓我領悟了很多 要知道自己不懂的地方 並且努力地學會 在這本書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爭言是 也要讓別人影響你 假如別人嘲笑你的想法 這就是你有可能成功的指標 如果你的想法都跟別人一樣的話 那你就不會成功 羅傑斯他從五歲開始 剪毛特皮賺錢 所以他非常懂得儲蓄 買東西的時候一定要想 到底是不需要這樣的東西 不然就等於浪費錢 羅傑斯之所以要寫這本書的原因是 因為他已經很老了 他怕來不及跟他的小女兒說這些話 所以,而且他並不打算把他的財產留給他的女兒 因為怕他以後在他女兒身邊的人 都是因為錢財才接近他的 羅傑斯之前並不喜歡小孩子 但他有了小孩子之後 他才發現這是上天賜予他最好的禮物 我做的這本書非常地感動 也學到許多投資的概念 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相信一定會學到許多有關人生 有關投資及人生的大理道理 謝謝大家我的演說到此